2023 Nissan 大改款 X-Trail E-Power 試駕 每間加油站都是我的充電站 2023 Nissan 大改款 X-Trail E-Power 試駕 每間加油站都是我的充電站 曾幾何時 人們在購車選擇中处於電動車與純燃油座駕間的拉扯 過往的Hybrid 油電架構已不敷使用 甚至也已必知 如今最貪心的選擇莫過於具備純電般的充勁 燃油車款般的駕馭 但又不想要面對任何里程焦慮 而就在此刻 Nissan 大改款的當家休旅座駕 X-Trail E-Power 玩弱横空出世 已然遊戲純電這邊顛覆逻辑的電油車架構營機市場 尽管供不應求的配額早已證明這款車的成功 但在冥野人的目光中便知道這絕非 真什麼 穿在一起做成商料牛啊 那么簡單 好吃新奇又好玩 首页车訊情報2023 Nissan 大改款 X-Trail E-Power 試駕 每間加油站都是我的充電站 2023 Nissan 大改款 X-Trail E-Power 試駕 每間加油站都是我的充電站 要户騎模汽車機車 要户騎模汽車機車 2023年3月3日 01.02分53秒 2023 Nissan 大改款 X-Trail E-Power 試駕 每間加油站都是我的充電站 2023 Nissan 大改款 X-Trail E-Power 試駕 每間加油站都是我的充電站 曾幾何時 人們在購車選擇中处於電動車與純藍油座駕間的拉扯 過往的Hyper酒店架構已不復使用 甚至一言以蔽之 如今最貪心的選擇莫過於具備純電般的衝勁 藍油車款般的駕馭 但又不想要面對任何里程焦慮 而就在此刻 列上大改款的當家休旅座駕 X-Trail E-Power 網絡航空出世 以藍油系純電這邊顛覆邏輯的電油車架構營機市場 儘管供不應求的配額早已證明這款車的成功 但在明眼人的目光中便知道這絕非 爭什麼 穿在一起做成商料牛啊 那麼簡單 好吃新奇又好玩 雖說車頭較為方正 但上陽的日行燈設計卻有著畫龍點睛般的修飾效果 雖說車頭較為方正 但上陽的日行燈設計卻有著畫龍點睛般的修飾效果 從當年在東京便實際接觸的日系純電先被車款LIFE 到如今已有換電 電區行進的X-Trail E-Power 這款如今在全新大改款 代號T33的四代目下所生成的車型 不得不說就其架構來看以傳統概念上的 還不會留電車來指稱已非精確 畢竟引擎的存在意義在於用來發電 卻也讓這輛車無需備上沉重的離電池 腿部空間也不會因其受到壓縮 技術的日產極由擅長的引擎科技打造出當代最合理的電動車 並使得每間加油站都是我的充電站 當然也由於大改款的緣故 如今的X-Trail 就此擁有側頭側尾尾般的變革 不同於前一代把握流線的尖銳車頭樣貌 如今T33車系則又回歸到過往一 發展了種後世硬派的設計風格 但熟悉的V MOSEN設計與會依然與水箱互照有著整體性的結合 並與日行燈巧妙銜接 並導入境期在列散家族休旅車款中 移用一段十六的分層式的頭燈 加上場地在下七八兩側的烏燈型速出6點式架構 並與遠鏡燈組上採用具備自動遮蔽功能的LED局正式照明 從車廁來看 窗框部分倒是隱約保留了上一代的設計風格 來到車廁 再長4680毫米 寬1840毫米 高1725毫米 以及2705毫米的體格間 必須承認第四代IX-12並未遵循 越改款越放大的潛規則 相較於前一代車廠部分僅僅增加了10毫米 車寬多了20毫米 但車高卻也略降了24毫米 甚至軸距還稍稍縮短了1毫米 可見就騎規格來看 例上相當名的X-12就該是什麼樣 值得一提的是在本次試駕車的配胎方面 在日系車常會配置日系胎的傳統公式下 倒是採用了H&COOC涵胎輪胎 尺寸來到55分之235R29的同時 這款Vantus SE-123SEOV非對稱胎 在德國的極品中 在施力薩亭和潛力操控項目 分別獲得第一和第三名 無怪乎原廠會將其作為搭配 簡約不張搖舞爪的設計品位 也來讓X-12POWER成為相當實際的試切選擇 由後方蹲響則可以發現 X-12POWER也如同車頭呈現的厚實樣貌 浴車色和車尾形述出相對應的風格 但外擴的輪拱和順柱折線延伸至後車廂蓋的分層設計 也讓這款車在家庭化訴求中具備一絲的動感 並基於車型選擇採用雙色配置下 所打造的懸浮式車頂樣貌也同樣功不可沒 在極厚保感霧面與形式七面包覆來 呈現出合情合理的清悅野風情 技術的日產 內裝的日產 後車廂表現不僅平整 打開尾門 進入後車廂 後座座椅424分離放倒後呈現的平整化在這時代儀屬常態 而具備的1396L容積表現也毫不訝異統計車款 然而當座椅立起後 575L的後車廂空間就似乎稍低了點 不過基於底板下方必須說讓你電池組件 甚至9支播降聲器的重低音阻和常備電瓶也會一致於其中 雖然稍稍影響到帳面數字 但卻都在可接受範圍內 再者要提及的一點是 世代X 初腰與綠歸同樣尺寸下 而這代表的是眼前的後車廂空間其實足以在容納兩名乘客 由此觀知實際的吞吐量必不容小覷 天窗捲連採用兩段式開啟的天窗 記得別只有一鍵到底 也因此當踏入後座之際可以發現 X 吹右衣 跑而不因其導入五人座配置而取消後座座椅前後挪移 在保留滑軌的同時等同可以為後車廂爭取更大的容積表現 因此真要再好再買又再人絕非575L的帳面數字能夠言喻 此外一倍八段調整雖然是在極細微操作下才能自出的變化 但即便是較直覺性的操作也有多達四段的角度調整 配含NASA 無重力紓壓泡棉機制和選配的雙色真皮 換了的舒適性還真感同身受 唯一稍顯瑕不遠餘的則是在一面較短下大腿支撐較沒那麼飽滿 但也還具備458mm的幅度 並且無三座椅呈現出過度內奧的平等化設計 令中央乘客的乘坐位置不會形同虛色 即便國嶺些許隆起但頂竿的平整性眼藍型輸出得意的T型架構 至於一面寬度則有著1320mm的充裕表現 四囤點延伸至頂旁的座高也來到990mm 加上330mm的西部空間 從實際乘坐到帳面數據來看皆表現不俗 但也別忘了在抬頭仰望下 原廠還加碼導入卷連兩段式開啟的全景天窗 在燦爛的藍尖下真是顯得太過晴朗 一直以來座椅的塑壓感便是NASAN的強項 大改款X-TRAE Power也不例外 前座方面秉持著與後座相同的材質與設計思維 雖然具備較為寬裕的包覆性表現 但腰靠之身倒是頗符合長途駕駛的需求 並在具備加熱功能和八項電動調整下 X-TRAE Power其雙壁柱之間具備的寬度來到可圈可點的1320mm 990mm的座高表現和前緣延伸至煞車踏板的460mm的程度 確實足以和不少同級車分停抗理甚至更勝一籌 中控台的部分則比照熟悉的NASAN風格設計 以偏向駕駛做導向為基本訴求來加以呈現 只是可以發現的是 透過大量的皮質包覆不僅讓質感有所提升外 軟字條與木紋式板以雙層結構帶來混搭也於觸覺 視覺間帶來相當程度的舒適力 就算空調旋流組的設計略顯方正 但一來在這時代有實體案件就值得嘉講 再者除了擁有雙區包含後座共三區的恆溫空調配置外 還具備方向盤加熱功能 這些看似誇張的配備在寒流一來的冬季就會深深吸之其優勢 而原廠在前座區塊的觸摸還不止於此 儘管安座上的設計略顯平實 可在不具備變速箱並純粹以電能驅動的規格下 如今的X-TRAIL-E Power在排檔部分採用了網絡滑鼠般的線傳設計 並整合下方的電子手煞車、行車模式旋游等 當然必須承認這也是敗雙馬達整合 再無需傳動軸、超速器等機鍵有何所視 使得駕駛輸出的變化和反應能更為直接 豐富的行車模式甚至是清約也都不在話下 並透過前方12.3吋數位儀表板來呈現充電圖示 而駕駛座前方採用雙區面反射技術的10.8吋HUD抬頭顯示器也有不錯的效果 搭配由萬代藍夢光打造的車內音效 必須承認從細節便能發現本次Nissan的用心 以由驅電的核心價值儘管只是作為發電機使用 但Nissan認為燃油效率將許多技術放在這顆引擎上 至於動力單元的部分 由於IXTRALE POWER所搭載的引擎純粹作為發電所用 因此在採用代號QOOS15DDT的1.5升三缸窩輪增壓汽油引擎之下 144C106000W 4400-5000RPM的最大馬力還25.5K250M 2400-4000RPM的峰值扭力並不直接參與輸出和驅動 而是儘量在恆定狀態下發電供應給容量雖小但相對重量較輕的離電池組 接著再供應給前後馬達所用 並且幾乎不直接與駕駛介面連動 甚至不具備變速箱 因此三缸引擎既有的震動全然不會傳遞到車內 當然油壓引擎腳在此環節上也功不可沒 只是儘管如此 Nissan也順勢將不少當家技術放置在這顆僅僅為了發電而生的引擎上 除了熟悉而流的可變壓縮筆設計 源自於過往世代馬爾日規ASR-12TDR三缸引擎的迷熱循環技術 也在改燃後導入到這顆QOOS15DDT上頭 值得一提的是 在QOOS15DDT上搭配的是機械增壓 而如今QOOS15DDT則是一小型物人來替代所需具備的強勢進氣 所以當活塞上升大約五分之二時 氣體回流進氣氣管作為預留在關閉氣門 並透過增壓設備維持氣壓 形成膨脹比大於壓縮比 理熱循環就此而美成形 再者為了強化引擎效能 Nissan也刻意在引擎進氣處設計了一大一小的極氣箱配置 除了極右大極氣箱進行相當程度的過濾外 小級氣箱則兼付廢氣回收和降低溫度的功能 而就使這些過濾細節的技術加持 殘燃有效供應前代號BM46 後代號毫米48的雙馬達源源不絕的動力 並非別可展生204-150千瓦和136-100千瓦的最大馬力 以及前33.7COG330-0-3505RPM 後19.9COG195千瓦0-4897RPM的扭力表現 但畢竟日系車廠在這方面的設計 都是以家庭和使用為依規 因此中效馬力卻也限制在213C157千瓦之補 可就其架構來說 只要引擎能供應更為強勁的電能 要在帳面數據上有所突破相信並非難事 除了具備電動車的加速表現 卻也擁有燃油車款的過彎水準 在駕馭表現上最直觀的部分莫過於純電的加速實力 包含在山路上坡段的超車加速表現 實現真正的扶搖直上可於此之際更令人驚艷的是 通常純電車款基於車重和電池低重型配置的緣故 常會在高速過彎之際產生顯著的外帶性 即便具備四驅也難以抗航的偏移 但或許是因為小電池、小引擎配置的緣故 在X-TRAE Power車重控制在1887千克的同時 也佩朗迴避了一般純電座架所面臨的這般問題 尤其當同期修理的車重或多或少 都得來到近2000千克左右之際 這種另類的輕量化優勢就顯得格外有感 在具備電動車鄰近支援的行径表現之際 也僅僅只有在大材踏板後驅動引擎可以大幅增加發電量 才會從防火牆傳來較為明顯的作動聲 否則實在不太會感受到原來前方還戴著一顆內燃機 X-TRAE Power的完整度確實有目共睹 然真要再進行優化 或許人得從引擎強化發電效率和進一步輕量化來助手 不過畢竟X-TRAE其車系設定仍是以家庭為重的座架 因此懸吊設定上仍是以舒適性為依歸 雖然面對路面起伏和顛簸的修飾有著一定的效果 但過彎瞬間的側倾則會略微偏白 可好在轉向控制上誘人機與相當程度的拿捏 加上上述所言不至於因車重時的過彎瞬間變得太過難纏 因此稍稍根據路段情況進行直線化的修正 讓行進路線結彎曲直一番 都讓這輛藍遊戲純電修鯉於奔馳之際都能比想像中更加對味 甚至連切換到一拍都有單踏板模式 踏板放開時縱然多少有著如荡薩桿般的回充阻力 但至少滑行感已比不少電動車更加試切了 平行而論就如今呈現在眼前的Nissan X-TRAE POWER來說 具備的完整度之高 無疑超越原先對於電動車和油電車的認知 在各個項目都屬不到位之際 就其價格帶和呈現的品質確實可圈可點 而這樣的結果也確實讓這間老牌的汽車廠在電動心領域中搬回一層 並成為全球化布局中短中期試圖攻城掠地的最佳武器 2023Nissan大改款X-TRAE POWER試駕 每間加油站都是我的充電站 2023Nissan X-TRAE POWER的分項評比如下 以0.5分為淨為基準 滿分為10分 整體分數為平均值 更多評分基準資訊請參考 2022年汽車試駕評分基準大變動 以全車系為基準的全方面評價 視覺6.0 初齡成文細品位 性能6.0 開起來就是更從容無負擔的電動車路 空間6.5 比上面數據更為有感的空間表現 安全5.5 其實已經是標準以上的表現 平均6.0 2023Nissan X-TRAE POWER基本資料如下 引擎最大扭力 引擎最大扭力 25.5kgm 250nm 2400-4000rpm 前軸馬達最大馬力 204150千瓦 前軸馬達最大扭力 33.7kgm 330牛米 後軸馬達最大馬力 136100千瓦 後軸馬達最大扭力 19.9kgm 195千瓦 最大中效馬力 213157千瓦 前輪懸吊 賣花城 後輪懸吊 多連桿 驅動型式 四輪驅動 煞車型式 前後疊煞 車身座位無人坐 楊翠油耗 17.5千米奧 建議售價 151萬9千元